最美好的婚姻是互相嫌弃 什么是最美好的婚姻 是相敬如宾 彬彬有礼 错 是两个人互相嫌弃 还不离不弃 两个人的爱情经过了最初的懵懂和青涩 到了激情褪去的时候 那就只剩下坦诚相待了 这个时候有的人因为对方的缺点 暴露而离去 而有的人坦然接受对方的缺点 正是应了那句话 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而是我知道你有多坏 仍然不肯放弃 真正的爱情是互相嫌弃 那么在婚姻中有哪些互相嫌弃的事情呢 一 在一起时间长了 无聊到连放屁都能弄从一场比赛 什么形象全都不顾了 反正看到你输了的样子 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二 两人实在太熟悉了 熟悉到你身上的每一层肌肤 我都见过 熟悉到在卫生间这种尴尬的地方 也能来一场罗马蒂克式的告白 三 和你无话不谈 丝毫没有顾虑 因为我知道 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会听得起劲 四 不小心又拿你的牙刷来用了 哎呀 真嫌弃你 一不小心又来了间接接吻 五 你最近怎么越来越胖了 猪 你也是啊 猪相爱的是两个人呀 就是互相嫌弃 却又亲密 六 快来帮我掏下耳朵 我也来帮你掏一掏 曾经有人说 只有最信任的人才会让他掏耳朵 七 你又长痘痘了 那你快帮我挤出来 就是这样没羞没少 反正在一起你就跑不掉了 我又何必掩饰自己的小缺点呢 八 怎么说呢 和亲爱的人在一起久了 有一瞬间觉得自己特别放肆 一瞬间又觉得自己特别温柔 心里好像填满了棉花 谁死有恃无恐 不担心他离开 只因为知道他舍不得 有句话说得好 叫喜欢是乍见之欢 爱是除酒不厌 两个人若是刚刚谈恋爱 必然是相敬如宾 若是爱得久了 那就成了互相嫌弃 彼此会拆台 会说你坏话 但是都知道对方不会离开 其实能够做到相互嫌弃 才是婚姻的最好状态 你的婚姻是这样吗 你和亲爱的那个他 他也会互相嫌弃吗 你和亲爱的那种